有民众抱怨到高雄新达港 点了一份300元的鲑鱼生鱼片 但送上桌一整盘全部都是橘色 完全没有白色油花分布 不只色泽和口感 就连味道也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分享照片之后 网友开玩笑地说 这绝对是刚从医美抽汁回来的鲑鱼 对此其他业者解释 通常油花分布比较多的部位是在腹部 这应该是靠近尾端的肉才没有油花 切片鲑鱼送上桌让民众傻眼 怎么每一块都橘橘的 完全没有白色油花 一份差不多10片还要价300元 民众PO网抱怨 说到高雄新达港 点了300元的鲑鱼生鱼片 结果送上来长这样 不只口感和油花 就连味道也不像鲑鱼 应该都有纹路啊 颜色好像不太对 我是觉得它冷冻可能比较久一点 那个颜色看起来就比较不新鲜的 和印象中的鲑鱼不一样 照片引发热议 网友留言这绝对是刚从 医美抽纸回来的鲑鱼 有健身过 也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冷冻鲑 内行人解释应该是部位不同 比较靠近尾端的肉 油花分不少就会长这样 当然是好慢就比较不油 比较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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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鲑鱼的颜色是这种颜色 太红的也不好吃 太白也不好吃 这一块就是有油花了 可是油花是肚子占比较多 肚子至少差不多80%以上了 它背部它2 30% 油花分布影响到鲑鱼外观 另外生鱼片的片数 老板说会依照客人要求去切 喜欢口感厚一点的 片数相对就会比较少 下次购买前 不管是部位或是偏好的口感 建议先和店家讨论 以免买回去一肚子气 记者陈诚已于高雄参播的